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 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给我们的芭比娃娃 做一个非常漂亮的 发型的一个造型 那我呢会选择到 在生活当中收集到了一些小的 这种玩意儿 比如说我们这个珍珠的小的 这个小环儿 我觉得它特别的漂亮 是从一个糖果的包装上呢 是给它找到的 然后这个珍珠的小环儿的话呢 是在生活当中 其他的地方也能找到很多 上面的话呢 是有它这个珍珠的小 的一个小爱心 我呢是打算把它 捆绑在我们芭比娃娃的头发上 让它呢是像一个 发绳或者是发圈一样 能够让我们芭比娃娃的头发 更加的具有装饰性 看起来呢就像这个样子 那等会儿呢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芭比娃娃 会不会非常的适合 这样的一个小的发圈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边稍微的 头发给它分成几缕 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的好 容易让它把它的头发 放到我们的发圈当中 稍微的把它卷一下 卷成一个小铝 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发圈呢 是往里面放进去 慢慢的捋上去 然后到了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就可以了 这我们第一个这个头发的 绑头发的就已经是做好了 现在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去试一下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边呢 也是要小心一些 从我们的发烧上 我们可以把它呢稍微的卷一点 然后在这边 在这边的地方呢 也是要把它稍微的卷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 你想要让它固定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在它里面的话呢 就有特别多的一个小的这个发圈 会相互的连接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芭比娃娃的头发的这边呢 是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个颜色 我们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圈呢 也会非常好的把它呢 固定在旁边 我们这边呢 也可以把它转一下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还有我们这个小的发圈 好了 好了 那我们的第三个呢 就已经全部的都给它放进去咯 我们左边右边分贝有两个 现在呢 我们是把它拿住 然后要用到我们的 小的这个珍珠环 去把它呢 全部的再给它全部 重新再整理一遍 那我们芭比娃娃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干净 和总结 也是非常的可爱 如果你想要把它 嗯 放得更低一点的话呢 也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你要是觉得这样的更可爱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 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呢是可以在视频下方呢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你的愿望呢 再来做我们下期的视频 好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点赞 订阅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